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涂装看着就挺呆猛的 说不定就是一个战母渣 然而二次元有句话说的好 毛越粉 切越黑 角色一般看着越无害越危险 这句话放在虎精身上也同样试用 虎精又称杀人精 杀手精 是海中猛一 大洋灭霸 也是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 最大号的虎精体长能达到9.8米 重达10吨 也就是和货车 洒水车差不多吧 而且在海里体型那并不意味着速度慢 虎精的游泳时速能达到60公里 是会游泳的哺乳动物中游泳速度最快的机种之一 体型那家速度快已经足够让虎精在大海有一席之地 但它称王称霸的最大原因还是它的智商 虎精的IQ之高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 它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会形成由虎精妈妈统领的非常稳定的家族 而且它们非常喜欢联系和交流 在群居生活以及狩猎活动中 虎精会用声音来进行沟通 并用回声来寻找鱼群 通过超声波判断鱼群大小和游巷 社会虎精话很多 不管是骑骑还是正宫 虎精都很爱唠嗑 说虎精是精类的话老也不为过 如果听到虎精群叽叽喳喳的不停 说不定是在给哪个DPSD的队友开批判大会 可能有人会疑惑虎精打得过鲨鱼吗 答案是还真就能打得过 英国《每日邮报》曾经报道过虎精基云鲨鱼的新闻 专门研究虎精的博士表示 虎精会利用尾巴将鲨鱼赶出水面 然后施展像空手道中的掌坯一样攻击鲨鱼 一个只会横冲直撞的 喊喊遇上了思路战术经验及一体的虎精 此时也只能给鲨鱼来一句 你凉透了兄弟 可能是因为太过聪明 再加上站在海洋熟练的顶层 虎精深知无敌就是寂寞 他们非常喜欢社交 也非常的喜欢玩 有时候他们的行为比起狩猎更像是在玩猎物 下面请计算这只《飞天海豹》的心灵影面 虽然虎精有《杀人精》的别名 但野外的虎精没有真实杀人的案例 倒是有几件救人的事业 比如帮落水船员回到陆地 帮人赶走鲨鱼等 目前有伤人甚至杀人的记录 都是在海洋馆圈养很久的虎精 这或许和虎精爱玩的天性 被长时间囚禁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病痛 以及同伴的不和有关 在《人工俊养的虎精》里一头名为提利库姆的 《雄虎精》最为出名 提利库姆在《切努克蒂安女》中 意思是朋友 想来这名字应该包含了 人们想和他成为朋友的殷切希望 可这个朋友在海洋馆的日子并不怎么样 提利库姆在两岁的时候就被人捕获 一直在海洋馆里面要参演虎精表演 每天高负荷的工作 住的是狭窄的水池 还被大哥的雌精欺负 心情根本好不起来 生理有病 心里抑郁 本来应该在大海里和家族畅游受灭的他 做出了野外虎精做不出的反常行为 他在一生中牵扯了三件命案 第三位不幸去世的人还是经验丰富的殉精师 而2017年1月30多岁的迪玉库姆去世 想想被捕后的他再也没有聆听过大海的声音 或许这才是他真正的解脱 有位导演专门未知拍摄的基督片《黑精》 呼吁人们关注被囚禁在海洋馆中的生理 希望虎精至终有聪慧头脑和美丽外表的动物 不是在表面华丽的球动中看过 而是在一望无际的碧海之中 哦对了前两天我还看了你们的评论 你们在问我到底是鸽子还是大狗 我是鸽子 我是鸽子 听好了 我是鸽子 还有听说你们想要听大狗学猫叫 真可惜他现在叫不了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能学出他那个样子 所以说我只能按照我的方式来 嗯